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道德晚安 观世音菩萨 我们继续再来讲《金刚经》 讲得很慢 但是能够消化是最重要 再来我们讲到佛陀 就是答复西菩提怎么样安住心的问题 怎么样降服心的问题 再来佛陀就是继续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怎么样降服 前面佛陀是说要利益十类众生 然后呢还要不能有众生让他利益的这种角色 利益众生而无众生可利益 然后呢还要离这个四相 这个都是跟安住 降服这个心 是都有绝对的关系的 一般学佛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 只是一开始就要离四相 就不注意相 这是不对的 而是要先利益十类众生以后 再来呢离四相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利益众生 你哪来什么项目 哪来有四相 所以佛陀呢前面是这么说了 因为你要能够这么做 才能够降服你的心 才能够安住你的心 那么蒋诺还不明白 佛陀呢继续就是在深入的解说 所以这边呢叫复赐 复赐就是说再来 好 继续的 西菩提 菩萨以法 因无所住心意布施 所谓不住色布施 不住身香味触法布施 西菩提 菩萨因如是布施 不住一相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布施 其福得不可思量 若菩萨一意云合 东方虚空可思量佛 这来读着佛 不是布 可思量佛 佛也 世尊 西菩提 南西北方 四围上下虚空 可思量佛 佛也 世尊 西菩提 菩萨无住相布施 福得义父如是 不可思量 西菩提 菩萨 但因如所叫住 这边佛所说的这个 是继续在告诉我们 怎么样安住这个心 相互这个心的道理 那这一段 那这一段 那这一段讲的是 告诉这个西菩提 告诉这些菩萨 对于这个法呢 应该无所住行于布施 无所住 也就是说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执着 那么去布施 这又怎么讲 法又为什么要无所住而行于布施 还有呢 接下来就是讲 社的布施 神香味触法的布施 都是什么 都一样的 都因无所住 这个很重要 《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而布施 这个都是同样的道理 假如不懂的这个 因无所住来说 你就不懂的《金刚经》 其实因无所住 另外的一个理解就是什么 其实是你想要住也没得住 也就是说你想要执着也执着不到 所以佛陀他这边用的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说法 叫做因无所住行于布施 其实从反面的一个理解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住向布施 没有办法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来说 法来说 或者是社身香味触 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法 社身香味触法 佛陀特别是法法 最后这个法讲在前面 这个社身香味触法 叫做六层 是六种像灰尘一样的东西 六层 其实都是空性 那么既然 那么既然社身香味触法都是空性 你要怎么去执着它 你要怎么样去安住在这个上面 不可能 空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整个的法界虚空 你说大不大 是不是很大 法界虚空 有多少的星星 一个星星就是一个佛国世界 各位想想看 整个虚空遍布的这些星星 那么是很多的 视为上下 那个可以说是无量无边 那么多 那么这个都属于所谓的色相 我们看到的这些佛国世界 这些星星来说 都是一种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色相 但是大家要晓得 当我们看到这个星星晚上的时候 有那个星光点点 你看到的那个星光 根本就不是它原来的 星星的现在的模样 不是 那个星光点点 我们看到以后 这个有时候是几千万光年 几百万光年 或者几十亿光年 以光年来算 光年 这个光一秒钟是三十万公里 光啊 一闪就是三十万公里 我们这个地球啊 要脱离太阳系的话 用这种超光速的这种火箭 还要走一年才能够脱离这个太阳系 你就知道 这是很宽广无边的一个世界 一个太阳系而已哦 还没有说很多太阳系哦 还没有讲到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仰头看星星 看到的那个光啊 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太阳照过去反射过来的 我们现在才看到 是以光年来计算 那各位想想看 这个星星的光 我们看到的这个光 是不是空性 是不是 是不是空性 空的东西嘛 因为这个不是现在的模样 对不对 不是现在反射的 这个还算是几千万 几亿年的光年 这样去理解它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说是要什么 去执着它 你要执着什么 它每一秒钟 或者是每万分之一秒钟的光速 都一直不断的在反复的改变 你要执着哪一点 什么都执着不到 天上的星星 代表都是诸佛的国度 也都是地水火风 四大因缘甲合 而且不断的在进行所谓的沉住坏空 一直朝着空的这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不管是看到星星的星光 或者看到星星 其实都是空性 没有一秒钟 或者是没有一刹那 它是实有的 每一刹那 它都是在沉住坏空的变化当中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安住在哪一个时间点都不是 因为都是空性 因为都是空性 所以满天的星星 等于都是空性 空性 空性 这个就是金光明经里面佛陀在讲的 叫做空的一个结合 空跟空结合在一起 是什么 还是空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满天星星 其实就是满天的虚空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定要理解 不要跟一般世俗的 没有学乎的人 再看这个星星 那个会闹笑话 这个一闪一闪亮晶晶 这个一闪 那个都是不晓得多少光年的光啊 都不是现在 说现在就过去 说现在就过去 所以佛陀说 虚弥如戒指 虚弥山那么的高 上面有三十三天 四周又有四大步周 有四大天王在那边管辖 这么大的地方 跟戒指 戒菜的种子 是一样的大小 以佛的眼睛观察虚弥如戒指 为什么虚弥如戒指 就好像我们看满天的星星是一样的 满天的星星 每一颗星星也都跟戒指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戒指也是四大甲合 它也是空性的 星星也是四大甲合 就是地水火风四大 为什么叫甲合不是真合 假的 因为他们混在一起 然后变成了星球了以后 就进行沉住坏空的一个 空性的一个消融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虚弥如戒指 我们看星星跟戒指也是一样 都是空性 既然是空性 空跟空在一起 其实也都是空 这个叫做空的集合 我们地球上面的这个球体 跟空中的星星也是一样 也是空的集合 不断地在进行地水火风四大的消融 就是所谓的沉住坏空 所以这个地球是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文化期的一个 沉住坏空的一个现象 只是还没有完全就是损毁而已 但是不断地在损毁 这个地球总有一天它会什么 它会白化 一般我们叫白矮星 白化了以后 这个星球就死掉了 死掉以后就会什么样 它会爆炸 爆炸以后就消失了 现在宇宙当中的星球 宇宙不断地在上演这样的事情 用那个哈勃望远镜都可以看得到 那个星球怎么爆炸了 然后又怎么形成了 可以看得到 这个宇宙也是不断地在膨胀当中 膨胀 这个膨胀的这个理论 也是最近科学家所发现的 说怎么宇宙会膨胀 这个膨胀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 很多星球会离我们地球越来越远 这个速度还是以光速在算 膨胀的速度以光速在算 那么这种状况是好比说 一只老鼠 离开了老鼠洞 用他的速度在跑 但是后来他会发现说 他离那个洞的距离来说 并不是只有他跑的速度 还有一个叫膨胀 他膨胀 他膨胀的话 就不断地把老鼠往远的地方带走 就是这个意思 宇宙也是这样 宇宙的膨胀来说 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搞不清楚为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佛家讲的 沉住坏空的道理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从沉住坏空里面 我们得到的理解 就知道这些佛国世界通通都是空性 所以佛陀说 犹如空聚 空 在《金光明经》里面佛陀就说 犹如空聚 空跟空聚在一起 就是还是空 所以宇宙虚空来说 你不要管他说 有多少的星星 无量无边 其实要有一个空聚的概念 犹如空聚 空跟空聚合在一起 其实都是空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要执着 是执着不到的 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从执着不到的角度去看 另外佛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执着 无所住 因无所住 其实你住住看 住就是一种执着了 你执着看看 你执着到什么 什么都执着不到 每一个人的生命 每一个人的青春 岁月也都执着不到 一下子一年 你看马上又要过年了 是不是 马上要中秋 马上要重阳 马上又要过年了 那个萝卜下下个月就要重了 不然过年就没得吃 还要赶时间 这个会有一个 就是说时间上的一个 因缘讲合的问题 时间本身也是空性 也是执着不到 我们就看那个星星的光 在我们眼前一闪一闪 你就知道执着不到 这个还是几亿年前的光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对我们修法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在修法的时候 回向给众生 其实为什么佛陀 《金刚经》里面又说 其实是没有众生可度 死无众生得灭度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又说要度十类众生 令入无一涅槃 又说死无众生得灭度 这个是从旧境上说 死无众生得灭度 众生众生都是佛 他视线众生的十类的相貌 其实是一个因缘上的过程 并不是究竟 究竟上来说都是佛 所以佛要度他们 灭度他们 要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皆令入无一涅槃而灭度之 但是最后又说死无众生得灭度 我们也一样 我们执着修法回向给众生 也要像佛一样 知道死无众生的灭度 不要执着在这个上面 因为你执着不到 所以学佛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空性的道理 但是这个过程来说 你也不能够不回向 不能够不用心在众生身上 不行哦 这是一个过程 究竟来说是无众生 但是过程来说 是必须要以众生作为我们成就的资料 因为我们都有佛性 但是我们就是认证不到 好像佛所说的 你要知道诸相非相 各种的相都不是相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你要看所有的这些色身相畏处法 这些相都是虚伪不争 那么你就可以见到 本质具足的如来得性 就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讲 大家也都听懂了 知道诸相非相 那为什么证不到如来得性 就是被我们过去生 所造作的恶因 形成了违言 把我们遮掌作 遮掌作 你就证不得 虽然你知道 就是证不得 要晓得这个道理 那我们怎么能够证得我们的如来得恶呢 必须要怎么样 不断地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以后你就会证得 加上你又懂得这个空性的道理 这个空性的道理 要懂啊 懂也很重要 你要通达啊 是要见修啊 你能够通达了以后 懂得这个道理 你在修法 才不会执着在 一个不应该执着的点上 要懂 也要知道说 我们的缺点在哪里 我们的缺点就在于 上根佛的因缘不够 利益众生不多 伤害众生还蛮多的 所以没有办法让你证得如来得恨 这个是一个 学佛修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了解 你要从这边切入 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知道你现在要怎么修法很清楚 是不是 现在应该清楚了 知道怎么修法 就是利益众生 除了利益众生 还是利益众生 不断的利益众生 不辞辛苦 这一次你多利益了 下一世 那么你就轻松 但是所谓的轻松 是让你能够更加的利益 更多的众生 然后一世一世的加上去 然后这个道理又懂了 修起来就轻松易悦 很快就有各种的成就 所以 讲了不懂的这个道理 闷着头 也不晓得在念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 世面上很多人念 阿摩阿弥陀佛的 我都不晓得他在念什么 虽然说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成就吗 不可能的 都是要念阿弥陀佛没有利益众生的 都是要利益自己到西方的 所以那样的修法是很愚蠢 又不懂得利益众生 很愚蠢 利益的众生又不晓得这是空性 这些呢都要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边佛陀怕虚菩提还有一些菩萨 执着在布施上 所以佛陀就特别告诉他们 要无所住行于布施 告诉这些菩萨 你们在布施的时候固然重要 利益众生固然重要 但是不能够执着在这个向上 以法因无所住啊 以法因无所住 这个是怎么样 摄身相为触法 这个六成啊 是以这个法作代表 并不是说那其他就可以了 就可以注射布施了 不是 以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 其他呢 身相为触 一样不可以 身就是身因嘛 观世音菩萨就是以身相 身相 这个身相开悟 那观音菩萨自己讲的 他怎么样以身相成就的 就是说 入流亡所 入流 声音这个音流 进入到这个耳朵以后 亡起所在 入流亡所 也就代表着这个声音到耳朵来以后 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意涵 观音菩萨听这些声音 没有任何的起心动念 对声音没有意涵 这个就是对这个身相 把它切断以后的修行 我们一般人为什么会口舌是非 就是因为声音入了耳朵以后 起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批判 起了种种的念头 跟着呢嘴巴又说出另外的声音出来 造成更多的口舌是非 这个就是被这个声相 音相给执着了 牵托了 观音菩萨深知这个声相的厉害 因为这个声音到了耳朵以后 很麻烦 非常的麻烦 所以必须要怎么样 入流亡所 我们普通讲的口舌是非最多 台北是最多的 台北 这个就是什么 被这个身相 偷着鼻子走 来到场是要 乃了生死 为你们的法身会命 乃了生死 学佛吗 不是来口舌是非 来讲东讲西 讲东讲西 不一样 那个会制造很多的麻烦 讲到最后 口舌是非最多的人 是第一个离开的 那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要离开 那你不用来 佛就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空性 观音菩萨更是以这个身相来修行 他认为六根里面耳根是最容易修的 耳根 耳根清净 为什么叫耳根清净呢 路流亡所达 耳根就清净 声音进到耳朵里面切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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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没有意思 他就不会动到人心 就不会再变成你的嘴巴又出去另外一个声音 影响别人 这个都不好 学佛的人嘴巴要是不紧一点的话 永远学不好 因为一个口舌是非就会造很大的恶业 口舌的恶业很大 嘴巴是用来持咒修法利益众生的 不是用来口舌是非 所以这个身相 像观音菩萨一样的认知 基本上他也是空性 因为入流亡所 因流入到耳朵里面 就亡其所在 多聪明啊 笨的人才会留在耳朵里面 然后还想回嘴 深 还有香 香的话是什么 对着鼻子来说的 鼻嗅这个香 这个香你要说不分别 不起分别心 而亡其所在 这个恐怕比较困难 香就香 臭就臭 你这个很难的 很难说不动心 那这个难 你可能就不要朝这方面去修 六根修一根 一根能成就 就成就了 就能够脱离了 味当然指的是舌头 味道 这个也很难 但是印度有一种修行的方法 它是专门吃大便 一日三餐都是大便 吃了以后 然后不及而其措 很难 照我们看很难 但是他们修的人觉得很自然 就是到现在还有人这样子修的 好 处 处就是接处 印度有一些修行人就是不穿衣服的 那种 那种所谓的这个叫白灰道人 前身涂的白白的 赤裸裸的 没有接触这些零螺失段 法呢 法是空性 大家要想 我们现在所听的这个佛法来说 这个法本身来说都是空性 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佛头是借着这个说法 叫做假明立说 假借名称 假借这个法 来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要我们去实证 证得以后才算数 所以法官了解是不够的 还差得远了 你要证得法所说的道理 你说啊 原来如此 这个时候你才会有正量 所以《金刚经》里面佛不是说吗 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法都要死掉了 包括他所说的法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跟梦幻泡影一样 有为法都像梦幻泡影一样 那无为法呢 一样 也都是空性的 都不是一个实性 那个实性是要你去证得的 你要去修 不断地利益众生 觉得无众生可利益 就这样来来回回 然后你在持咒的时候 对着广大的虚空 十方法界持咒 然后呢 又觉得这个广大的 无量违缘的虚空 好像戒指一般的小 这个大小之间 你不要被这个大 哇 那么大 怎么样回向给它 怎么样为它们持咒 你会搞不清楚 你就看自己的色声好了 一个毛细孔 就有一个三千大圈视觉 一个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去 为十方法界虚空的众生持咒的时候 你就观想你的毛细孔 为你的毛细孔持咒 也是一样 当你持咒 佛顶尊圣社的时候 要感觉 十方诸佛的佛眼都 看着你 都放光照着你 你就全身光明 佛顶尊圣社 那你也要放光给十方法界的众生 你的色声就作为代表 一样可以 没有差别 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练习 久而久之 你就能够证得佛所说的这个道理 佛所说的道理是要我们去证得 不是光这样讲经说法 大家听听理解就好 不是 这个不算数 所以佛为什么讲经说法 讲到最后 还告诉我们说 法上因舍何况回法 讲了老半天都叫我们舍掉 包括他所说的都一样 为什么舍掉 因为那个都不是真实性 不是他所要说的一个实在的东西 他只是旁敲侧击 他只是假明立说来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这样说说 大家听听就了解 不是 真正要了解 要实证实修 怎么样实证实修 不断地利益众生 又不觉有众生可利益 不断地是用法 去为众生再修法 但是又不执着在法上 也就是不注射身相慰出法 不断 不注于这个六成去不断 这个是一个佛在讲这个经 最辛苦的地方 两千六百年来一部金刚经到今天还没有人说得通的 全部都说错了 搞不清楚 他们不知道说金刚经佛告诉我们的修法是怎么修的 简单地说 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要产生了种种的相 然后要一个一个离 所以要离四相 你没有利益众生哪来四相可离啊 哪来三轮体空啊 你不布施 哪里会有什么要布施不着相啊 是不是 金刚经里面不是 我会再三地说啊 要布施布施 但是布施不能着相啊 那很多人就说我就不布施我就不着相 那会一样吗 不布施不着相 跟布施不着相 两码子是啊 差很多啊 所以学佛就是要不断地布施 设身相为促法不断地布施给众生 然后会起种种的相 然后不断地驱除这个相 自己制造那个相再来驱除这个相 这个就是佛讲金刚经 一个最困难的地方 反复 世间人啊很多聪明人啊太聪明了 柿子挑软的捏 就想那不着一相 我就我什么都不布施 马上去录定 好了 就定了就不着相了 以为这样就对了 错了 这个叫上坐定 下坐不会定的 佛陀要我们的是利益众生以后不着相 是要我们用眼耳鼻舌生意 去布施设身相为促法而不着相 这个你就难了 这个你就难了 那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 磨练不断地磨不断地练 才会成就 学佛就是这样 是硬功夫硬抵着 没有一点是可以马虎的 所以不要学禅宗那个 动不动就去打坐修禅 我们到底不打坐的 容易入魔啊 你要晓得 不是靠打坐来弃出那个像 不是靠打坐来定 不是的 是要我们去利益众生 累积上根佛的因缘 而或有定 那个定才是实在 那个叫什么定 上根佛的因缘的定 工业来的时候 别业解脱你就定了 现在病毒又要再来啦 你有上根佛的因缘你就定啊 好好做运功好好去放生 自然而来你会定 不是说特别去打坐定 那个打坐的心是虚的 那个定不实在 你有利益的很多众生旁边都是善神勇护 你自然会定 这个是 学佛 一定要怎么样 要真正的去理解 金刚经就是一部成佛的经 三世诸佛都是从这部经里出来 所以各位要晓得 一步一脚印 你要能够从实证当中 去了知那个实相是什么 绝对不是我们嘴巴说空性啊 那个也空性 那个也空性 那个是实相吗 不是 空性空性啊 跟有啊 是紧紧绑在一起啊 空跟有是绑在一起 各位要知道 空有同时是聚存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虚空好像就空无一物 不是 虚空中啊 满满都是物 只是因缘未到 因缘到因缘甲合的时候 它就会成形 因缘不到 不成形 不是没有东西 这个是 一个怎么样 很重要的理解 今天 各位想想看 假如说 这个物体 是地水火风 四大甲合 然后经过了沉住坏空 它就怎么样 消失在我们面前啊 其实它是在虚空中 是不是啊 你可以想象嘛 对不对 要不然它跑哪里去 当然在虚空中嘛 那虚空中 因缘到的时候 它又会变成一个物体 所以虚空中不是真的空无一物 又不是 充满了很多的东西 充满了很多地水火风 四大甲合 经过沉住坏空 并不是没有东西 有东西 怎么会没有呢 没有的话 那些沉住坏空的东西跑哪里去 当然有 不是说一定会浓到土里 到土地里面啊 不一定 不信 不信你把西空中 你把它抽炼 是不是 你没有灰尘 有围尘 有种种的东西 有细菌 西空中 不是有吗 不是一堆吗 还有很多你抽离不到的 还有水啊 地水火风 四大都有 地就是灰尘 水就是水分 像我们空气中 你给它吸 是不是可以吸到水 是不是 你们家的冷气机 不是会有水吗 也有火啊 火就是温度啊 温度就是火啊 比如风啊 它会流动啊 比如风啊 地水火风啊 四大巨竹啊 四大巨竹啊 怎么没有东西 这些东西在以前都是 一个因缘假合的东西了 所以对空的理解 不要以为空无一物 其实是很多东西 从很多东西 你要了解 它们也都是空的性质 神明就是这样 理解了 归理解 但是你没有证得 就是因为业障太大 善根活的因缘不够 所以不能证得 这是佛陀开悟的时候说的话 其在众生都有如来得恨 只是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这个妄想执着也就是说想偏 然后去执着一些贪生吃慢瑜的东西 所以不能证得 你学佛学法叫反七道而行 你慢慢你就会证得 所以今天讲的 各位回去好好思维 一边修法一边思维 一个月当中你不断地在这里面打转 你会有收获了 好 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谢谢大家